领英LinkedIn绝对是我见过的全互联网领域有史以来最傻叉的一个平台 绝对是傻叉他妈给傻叉开门傻叉到家了 怎么说呢 无缘无故的就封禁人的账号 无论是使用多年的账号 还是说新注册的账号 而且这个没有任何理由 大家可以看一下的 每次封印就是这么一个套话 什么感谢 我感谢他干什么 我感谢他了吗 你的账号是什么 违反了这种所谓的他们的社区协议 什么协议啊 哪条啊 你给列清楚了 一二三你不让做什么呀 好吧 什么也不说 就这么一条就违背了 所以你的账号就被永久封禁 无论是这个账号你使用了多少年 还是你刚刚注册的 因为我已经被他封禁了很多个账号了 而且绝对绝对 没有违反 别说违反任何规定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你明白吧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这么说吧 咱全球互联网所有的产品都在用 你不是不只是国内的这些产品 你说上国外你不了解人的文化 不了解人的规则没问题 其他的所有的平台 对吧 从YouTube 推特 Facebook IG TikTok 乱七八糟的 反正你能想到的平台 咱都常年去玩 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搞这种事情 哪怕强 还有一个傻叉平台 我也不说了 那个傻叉平台 我下次再骂 还真有一个相对来说 仅次于LinkedIn的一个傻叉平台 那今天咱们就专注说 这个LinkedIn 绝对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好吧 你说发广告了吗 别说发广告了 我连帖子都没有发一个 对吧 你又宣传什么了 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吧 而且上去 大家不就是为了人脉吗 为了宣传品牌啊 自己个人的品牌啊等等 首先我连宣传都没有宣传 我连一个帖子都没有吧 其次 它本身是一个职场社交软件 就像比如说卖卖啊等等这样一样 大家都是家好友对吧 我连家好友都没有家 好吧 我连家 有好多人上去乱家好友 为了拓展自己的人脉吗 对吧 我连好友都没有家 别人家我 我都不一定通过 我觉得正常的 我只是浏览信息 好吧 第一我没发帖子 别说广告了 我连帖子都没发 第二连人物也没有乱家 好吧 就是真的是 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都没有做 它就给你 乱封信账号 封信之后 而且你这个 你用的这个email也好 你的个人身份也好 就不能让用了 就是登录之后 它就告诉你 刚开始还说的很客气 说是你的这个账号有风险 所以先验证一下 email什么的 验证了 不好使 它又告诉你 让你上传信息 你要把你的这个 个人信息 你说ID也好 护照也好 它又让你上传信息 上传之后 就等了很久很久 然后它就给你发来这个 所谓的 不知道为什么的封信 关键你做什么了 对吧 你像TikTok管的严 我也不知道 她的那个 那根神经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家在那边 天天露胸露屁股的 也没事 然后你可能说了 你可能就是发了一张截图 人家说你这个不行 好吧 那人也就是说 把这个内容封禁 对吧 人也没说动不动 就把你账号封了 我不明白 那根电影飞什么呀 动不动 就是你什么也没干 要封账号呢 他们脑子被驴踢了吗 而且尤其是 用多年的账号 上面积攒的 都是好友啊 人脉啊 都是朋友什么的 你动不动就封账号 人家以为你犯什么法了呢 对吧 人家以为你搞什么事情了呢 你这国外资本主义 这是自由社会吗 可以言论自由吗 首先我都没言论呀 我没说话呀 我说句话 你给我封了 我知道啊 这句话我不该说 这我就莫名其妙啊 所以说 真的是脑子被驴踢了 今天我 我没什么敢说的啊 我只能说 你们可能有些人来 也是说 被封了怎么办 上我这儿来找答案 告诉你我没答案 因为我不知道 他脑子被驴踢了 是怎么回事 他不给你一个理由 对吧 所有东西最怕的就是 你给我规则 我不怕 我在你的平台上 我就要听你的规则 我按你的规则 玩没问题 我认 我接受 你不给我规则 莫名其妙的风 你让我怎么玩 所以大家就 我就号召大家 抵制这个垃圾平台 好吧 让它早点倒闭 赶紧出现它的竞品 我觉得大家 找工作呀 人脉呀 在推特啊 等等这一类的 YouTube这样的 友好的平台上 去交流 我觉得非常好 LinkedIn这种垃圾平台 它就应该死在这个时代 死在这个 上一个互联网时代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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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